哈囉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一些有關電介質的物理 好,現在看到了我們這裡有一個黑色的長方形 那這個呢,它就是我們的電介質 好,那我們現在呢,給它一個由左向右的這個電廠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我們就會想到它有些極化的東西嘛 沒關係,我們先從我們比較熟悉的開始 呃,我們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學過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高絲面 那想到高絲面呢,就會想到高絲定理 那什麼又是高絲定理呢? 高絲定理就是這樣子的 呃,我說這個 在一個面上面的環積分 第S 那1是電廠,第S是微小的面積 那你把它積分之後呢,它是不是會變成 裡面的電荷總和除以這個ε0 好,那這個呢,是我們應該會比較熟悉的式子 在這裡呢,我們要再澄清一下 那這裡的sigmaQ是什麼Q呢? 這裡的sigmaQ其實是,我看到任何電荷都算 因為我們之後好像是分,就是有自由電荷還有極化電荷 沒關係,我這裡先寫 它就是1分之,不小心,ε0分之1 然後右邊的話,是Q0,這個叫做自由電荷 加上Q'這個叫做極化電荷 那為什麼要分成這兩個呢? 因為我們就是可能有聽過,就是電介值呢 在我們給它一個電廠之後,它會產生極化 什麼是極化呢?就是 就是,表示我有一個電廠,有左向右 你看喔,我們是不是有F5等於Q1 對不對? 好,你想一下喔 如果一下有個正電荷 它遇到這個電廠,是不是會往右移動 如果是負電荷的話,就會往左移動 好,於是,就看這個電廠的強座 我們就,這個電介值呢 它的表面就會產生某種的電荷累積 對不對?在右邊它是正的,正電荷會累積在這裡 那在左邊呢,左邊就是負電荷累積在這裡 好,於是這樣就會極化 那這樣極化之後會有什麼效果? 因為它有極化,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電廠 對不對?因為有電荷嘛,有電荷就會產生電廠 那左看有沒有紫色,有著有紫色 好,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往回的電廠 對不對?和我們這個E的方向相反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會有另一個電廠 那這個電廠我們叫它做E' 好,那這個的專有名詞叫做退極化廠 好,所以我們先有這個電廠 那我們要怎麼量化這件事呢? 好,我們先來考慮一個東西 我們先定義一個物理量 叫做p 這個p呢,它是我在一個體積內 把所有原子的這個偶極矩加起來 不好意思,我再這裡寫p就好 那這個p是小的喔 所以我寫dp,好像也可以 我寫dp 就是說我把 我寫dp喔,那下面是dv嘛 好,這個的意思就是 我把每一個原子的微小偶極矩都加起來 然後對這個體積做平均 好,那這個的名字是什麼呢? 那這個就叫做電極化率 好,那這個就是電極化率 這裡就叫做電嘛 因為它其實還有一個磁極化率 不過那不是這集影片的內容 好,沒關係 那我們定義這個 之後可以怎麼去量化我們上面講到的這件事呢? 好,通常要做這種很基本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都會從一些比較基本的模型去出發? 好,我們現在就考慮一個這個 這是 一個柱體 然後有一點清洗,像這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喔 好,這個就是我們隨便取的一個面積 它就叫ds 好,那它當然會有一個法向量對不對? n 那我們就先假設它不是完美的平行於這個軸 好,然後呢 我們假設這個原柱體的長是l 好,那這個長是l 那這要怎麼連結到我們前面講的這個電荷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還要再假設一個東西 單位體積內的電荷 OK 喔,不好意思 單位體積內的這個電荷 這叫什麼電荷? 這個叫做 自由電荷的相反 就是因為極化產生的電荷 好,我們就定一個物理量 n 那這個n呢 它就是我在 單位體積內 的極化電荷 q' 有點太粗了 極化電荷q' 的數量 好嗎? 單位體積內極化電荷的數量 好 那我們就來寫一些試者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喔 這個東西啊 它在裡面到底有多少極化電荷 在這個柱體裡面有多少極化電荷 那極化電荷的數量 nq' 它就是 我們看左邊這個時軸 n乘以ΔV 對不對 那這個n呢 是我們假設的物理量 所以重要的其實是求出那個ΔV 好,那ΔV是什麼? 我們剛剛假設了這麼多東西 有就是DS、L之類的 其實目的就是要求體積嘛 好,我們看一下喔 好,我們希望把截面積乘以長度 對不對 截面積但是我們希望取這個垂直的這個截面積 所以它和這個髮像量就有些關係了 我們要取這個垂直面積 是不是要把DScos這個角 對吧 DScos這個角 所以 我們要的其實是 我們要的其實是 Ds 我先前面好了 Ds 然後乘以cosc 好,還有什麼? 然後就乘以這個L對不對 L 對 然後 你看喔 這是極化電荷的數量對不對 所以如果要求電荷量的話 到底還要乘以它的電荷 好,沒關係 可以寫這樣 然後 這裡呢 我們剛剛定義的那個髮像量 是不是可以在這裡做出某種化解的作用 看一下我寫 我們先把L提出來好了 裡面這個 coscds 幫你寫有點爛 coscds 它是不是就是 這個Ds去Dot這個髮像量 對不對 這就是內積的定義嘛 所以是 n 髮像量 沒關係 這樣寫好了 DotDs 然後這些都是像量 沒關係 前面這比較像 前面是數值 好,沒關係 我們就有這個東西 好,現在我們 看一下喔 這裡面的極化電荷 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 sigmaq' 好 那有多少極化電荷 當然就是 每個極化電荷 有多少的電量 然後 先解q就好 再乘以 有多少極化電荷嗎 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個原柱體裡面 有多少的極化電荷 所以 q 我們就假設是 每個極化電荷帶的電量 好了 那乘過來就會是 n q q l 然後 n dot ds 我先把ds寫前面 ds dot n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還記得 這個 偶基局的定義嗎 偶基局它不就是 就是 ql p 等於ql 好 p等於ql 那我們在這裡也沒有看到 ql的痕跡啊 ql 咦,剛剛有ql 這個n是什麼 單位體積內 有多少ql 咦 等一下 單位體積內有多少ql 就是這個東西嗎 對吧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 把這個帶進來 好 那 其實 這還不是單位體積啦 就是 這裡還有個ds 所以這裡稱起來之後會是 p dot ds 好 那這裡就是p.ds 這個只是一個方向的作用 好 所以p.ds 那 我看一下喔 所以我們知道裡面的極化電特是 p.ds 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做個積分 但是這個積分就有 後面需要有點小心它的正符號 就是 如果把p.ds 積分會發生什麼事 你看喔 我們上面這個講的其實是 即化電荷 穿過這個ds的面 進入到這個圓柱體 然後我們才會算它嘛 所以 其實我們要的是 穿過這些 這個結面的 即化電荷的負號 才是 我們在裡面包圍的即化電荷 所以這個其實是要 sigmaq' 的負號 那我把寫右邊一點 其實我們 算出來的其實是 我這個面積分裡面包含的即化電荷 乘個負號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字 就是如果我們知道這個p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上面的即化電荷有多少 好 那這個可以很簡單的推廣嘛 就是如果對於一個很小的面積 我們是不是可以寫說 pds等於 呃 換笑 負的dq 負的dq 所以p 它其實就會變成 負的dq 除以ds 好 沒關係 好 那這裡又會等於什麼 其實 單位面積有多少電荷 它就是 那個 面電荷密度嘛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直接寫成 即化的面電荷密度 所以我就寫sigma1 代表電 可是prime 加個prime代表它是即化電荷密度 我寫一個prime好了 然後複發我們就先不要理它 因為 它也這個 面電荷密度是多少 也和這個p的方向 還有那個q的正負有關 所以這裡就會有點混淆 沒關係 我就先講 所以概念就是 這個p可以代表即化電荷密度 的面密度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其實是一個更重要的 東西 叫做電位移 那什麼是電位移呢 你看喔 我們在 上面這裡 是不是講到這個1 那這個1呢 它是 epsilon1分之1的 q0加上qprime 對不對 那我們下面這個p 它是 只有qprime 欸 那看到即化這個東西 我們就有點煩嘛 因為 它即化的量很少 然後 要定量的話也蠻麻煩的 所以 我們會想要把這個qprime消掉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消掉呢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喔 我把epsilon寫到 1.ds 的面積分的外面 就是變成這樣子 就是變成這樣子 那它是不是變成 sigma q0 加上qprime 好 那 剛剛的那個p p.ds 等於 sigma 不 負的 負的 sigma qprime 好 那現在我們把這兩個式子加起來 看一下喔 左邊變成了什麼呢 左邊好像變成了一個 蠻複雜的東西 就是 epsilon1 p 加上p 然後 ds 喔對 這裡都是有個dot的關係喔 內積的關係 等於多少呢 看一下喔 這個 sigma qprime 是不是和負的sigma qprime消掉了 所以右邊只剩下 sigma q0 也就是說 它只管正 那個 自由電荷的組合 它不管 的這個 加總 它不管就是 因為電廠而多產生的這個 極化電荷 它不管這個喔 它只管 原本就在那裡的自由電荷 所以這感覺蠻實用的 於是 我們就 把裡面這個綠色的東西 給它定義叫做 電位移 就是 d electric displacement 那 d s 就會等於 sigma q0 好 所以這個就是電位移 它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定義 然後 它的由來 那以後呢 如果我們只要求 自由電荷密度的話 然後 又不想要 經過這些麻煩的計算 我們就只要 先 算出這個東西 然後把它做面積分就好了 好 那 在這影片最後呢 我把這個公式 完整的寫一次 電位移的這個 就是 d 等於 ε01 p 加p 好 然後呢 就是 經過一些實驗 科學家發現 這個p的方向和e一樣 所以 它們有點類似說 如果 e往這個方向 那p就是 這樣子 它們之間有個倍數關係 對不對 那這個倍數關係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 這是它們 最後寫錯的方法 就是 p等於 chi 1 ε0 然後電長 電長 電長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叫做 借電長量 但是 有一個比這個更重要的東西 就是 如果把它寫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提出這個 ε0 加上 k e 然後 ε0 電長 你可以發現 這個東西都可以提出來 所以 就會變成什麼呢 把這個東西提出來之後 這裡 就會變成 1 加上 k e 那 這個東西 我們就把它寫成 小ε 這樣就變成簡潔了 這樣這個電位移呢 它就有一個很棒的表達式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很多人有不同的寫法 但是這只是第一種寫法而已 第二種寫法是 我把這個 ε 就是把這個 小ε 寫成 就是沒有下標ε ε 然後 再寫ε 1 好 那混淆的地方就來了 接下來呢 為了寫得更簡潔 它會把這兩個東西 合併 變成沒有下標的ε 變成這樣子 好 那這裡就有點混淆了 所以 就是 在處理這類問題的時候 你要 仔細想一下 就是 處理者或是你的問題是 要採用哪一種方式來寫 好 那 從右邊這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 直接 就是 為什麼要寫這個r 因為它其實叫做相對的電種率 我寫一下英文 相對的電種率 relative permittivity 不確定沒有拼錯 對 應該是這樣拼沒錯 好咩 所以它就是相對電種率 好 所以我們最後呢 發現這個 電位儀有很多個表示法 一個是最基本的這個 然後再來可以把它寫成這個 界電長量的方式 在最後呢 最頂級的話 可以把它寫成ε 那這裡就有很多符號 就是在學這裡的時候 要把每個符號弄清楚 然後它的積分 每個積分 最右邊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定義這個電位儀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